歡迎收看全球現場 沒有天下 我是李小茹 這星期來看的話題是 吸血鬼德古拉伯爵 這個由愛爾蘭小說家斯托克 創造的虛構角色 靈感來自於十五世紀的東歐暴君 弗拉德三世 而最新的研究顯示 弗拉德可能是罹患的淚血症 才會增添了吸血鬼傳說的神秘色彩 在烏雲的籠罩下 奧地利東部的福克 藤斯坦城堡顯得格外的陰森森 但是遠道而來的親子觀光團 絲毫不介意 說到城堡裡的展示區 最出名的是十五世紀暴君 弗拉德三世的等身有畫像 他是愛爾蘭小說家斯托克 筆下的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 原型人物 孩子們 雖然嚮往吸血鬼的世界 但是他們也清楚 羅馬尼亞的歷史人物 弗拉德三世並不是吸血鬼 福克藤斯坦城堡在萬聖節期間 推出了導覽活動 孩子們穿上了吸血鬼斗篷 在黑暗氛圍當中體驗吸血鬼的恐怖傳說 弗拉德三世統治的區域位於現代羅馬尼亞境內 他英勇對抗厄圖曼帝國大軍 被視為民族英雄 但他執法殘酷 常用尖銳的木裝刺穿囚犯 而這些都成了斯托克創造德古拉的靈感 真人的弗拉德三世 和虛構的德古拉吸血鬼糾葛不清的原因 還有一個 根據義大利團隊八月發表的研究 專家用科學方式檢驗弗拉德三世的手寫書信 發現他生前可能罹患一種名為 淚血症的疾病 雙眼會流下血水的眼淚 而經過後世川早附會 成了吸血鬼的忍設條件 很多人誤以為德古拉和弗拉德三世是同一個人 而這也和六零年代羅馬尼亞共產政權 開放邊境的政策有關 斯托克的德古拉公爵 故事場景設定在羅馬尼亞的外西凡尼亞 當時的共黨政府領導人西奧塞古 採取不同於蘇聯的封鎖政策 為了發展經濟而開放觀光 斯托克疏迷前撲後繼的造訪 外西凡尼亞也因錯洋差 成了吸血鬼的故鄉 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 救生員是水上活動發生意外的時候 拯救性命的關鍵人物 德國游泳池最近為救生員 添加了AI人工智慧好幫手 可以在偵測到緊急情況下 通知救生員第一時間將溺水者救起 而目前除了德國還有瑞士以及北歐 都使用這套系統 游泳是許多人熱愛的運動 不過就算在游泳池水下 仍然暗藏危機 如果發生溺水意外 救生員不一定能在第一時間得知 德國西部城市紅寶 一座游泳池手開先例 安裝一款AI人工智慧攝影機 以便能更快檢測和預防溺水 當系統偵測到異常 螢幕會顯示為黃色 如果確定發生溺水事故 則會發出紅色警報 這套系統透過水中的四臺 以及在池盼的三臺攝影機 傳輸畫面到訊號控制室 讓人工智慧來判斷 泳客是否有危險 如果系統偵測到事故發生 整個過程就會被記錄下來 以確保資料能交由警方調查 平時並不會進行錄音錄影 泳客對此大多表示認同 也認為這樣游泳感覺更安全 業者表示自從系統上線以來 只發生過一次誤報 救生員則認為AI系統能協助他們 注意游泳池的各個角落 這個名叫游泳演的系統 今年五月在德國的泳池安裝測試 九月首度上線運作 目前這套系統除了德國之外 還有在瑞士以及斯堪地納維亞半島上的 國家使用 《公視新聞》這位人編譯 巴西的德森加諾國家公園 位處於高山峻嶺之中 遠離城市的光害 二零二一年還獲得了 國際岸空協會的認證 成為拉丁美洲首座岸空公園 也是熱門的關心地點 當地的民宿業者和天文學家也合作了 推出專業關心的套裝行程 吸引了不少追星祖產家 里約聯邦大學天文學系的教授 在瓦隆古天文臺展示的 這兩座大型望遠鏡 一九一零年啟用 當時在里約任內盧市中心 就可以看到銀河系與麥澤倫雲 但現在由於城市光害嚴重 關心成了渴望不可及的市 為了持續推廣天文知識 讓大眾更容易進行天文觀測 里約聯邦大學和國家環境中心合作 推出了巴西公園天文旅遊的項目 2021年獲得國際岸空協會認證 成為拉丁美洲首座岸空公園的 德森加諾國家公園 就是其中之一 位在里約北方200公里遠 以採牛乳聞名的聖塔瑪利亞 馬達利納市 位處巴西境內最暗的州 大城市的光害問題 在這裡根本不存在 四周圍的高山峻嶺 就成了追星族絕佳的關心地點 波蘭裔的民宿業者安娜莫斯托維科 和天文專家波爾格合作 推出了專業關心的套裝行程 由道地波蘭風味的晚餐 以及專家指導下的關心活動 售價250巴西里亞爾 相當於新台幣1600元 所有的參加者離開時 還能獲得一張博士 用專業相機 以取餐和為背景的大合照 也有人用最新型的手機 輕鬆就捕捉到了大小 麥子龍新雲的景象 而竟然出現ular 整個世ози 淋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萬人 享有星光之城的稱號 但近來公共領域 廣泛的使用LED燈做夜間照明 卻讓德森加諾國家公園 擁有的暗空協會認證岌岌可危 為此PORG也向市議會陳情 要求把夜間照明用的燈具光源 必須朝下地面 以保留著一大片抬頭仰望 就能看見的浩瀚星空 公視新聞王滬文編譯 微博太空望遠鏡 陸續回傳了宇宙深處的 高解析星體照片 讓人探為觀止 同時也幫助了科學家 去揭開更多宇宙的奧秘 在繼Netflix推出的 微博紀錄片之後 iMAS公司 他也使用微博拍攝的星體影像 製作成了紀錄片 讓觀眾可以透過大螢幕的沉浸式體驗 去回顧微博對於星際探險的貢獻 微博太空望遠鏡開啟了宇宙觀測的新世紀 它擁有比上一代的哈勃望遠鏡大上六倍的鏡面 主要觀測紅外線破斷 肉眼看不到的宇宙景象和星體 在微博的鏡頭下無所遁形 科學家在將這些近紅外線 以及中紅外線的數據處理成影像 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宇宙景象 拿過艾美獎 也曾獲得金像獎提名的紀錄片導演可恩 在IMAX電影《Deep Sky》升空 大量的運用微博回傳的影像 述說微博對科學家深入探索星球起源的偉大貢獻 被視為取代哈勃望遠鏡的微博 從研發到啟用的歷程長達三十年 集合美國 歐洲以及加拿大太空總署 總計十四國一千多名相關領域的專家投入 原定在二零零七年發射升空 因為技術問題嚴重超支 一拖就是十四年 預算從五十億美元暴增到了一百億 約合三千兩百四十多億臺幣 微博在二零二一年底發射 經過半年多的校準 在二零二二年 傳回首張紅外線升空影像 是距離地球四十六億光年的 SMACS 零七二三星系團 高解析度的畫質呈現出銀河的細節 微博改變人類觀看宇宙的方式 人類抬頭仰望星空的視野也從此不一樣 紀錄片也回溯微博的研發過程 從工程設計和建築的視角呈現太空望遠鏡的工藝之美 微博捕捉了資訊 帶領科學家探索宇宙形成早期的景象 同時發現更多從未看過的外星體以及運行的現象 而這是過去人類無法想像的宇宙 人類對宇宙的探索從肉眼進化到太空望遠鏡 也累積更多的太空知識 最終想解答的問題 不外乎外星球是否也有和我們一樣的生命 可恩說 這些影像提供了部分答案 人類的宇宙探索之路 因此得以擴展 也帶來更深遠的歷史意義 公視新聞張淑芳編譯 提醒緬甸一般人會有獨裁封閉的刻板印象 但是在過去一千五百年的發展史當中 天然資源豐富的緬甸曾經擁有多元文化 是東南亞的貿易中心 富甲一方的大帝國 而今年是緬甸建國七十五週年 大英博物館十一月起 就展出了緬甸變遷史 從金碧輝煌的歷史文物去揭開 這個國度的神秘面紗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 緬甸全盛時期打造的黃金佛像 靜靜的凝視著會場 大英博物館這場緬甸特展 搜羅了當地從西元四百五十年至今 超過一千五百年的文化與藝術成就 大部分人可能都不知道 早在十六十七世紀 緬甸是多元的文化熔爐 從幾個區域小王國 兩度發展為東南亞最大的國家 也曾經是區域的貿易中心 在那個全盛時代 一件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記憶計畫的黃金書信 讓人大開眼界 結果英國喬治二世國王竟然沒有回覆這封黃金信 被視為極大的冒犯 當時的緬甸是區域強國 各個不同王國都在跟鄰近的泰國 中國 斯里蘭卡 甚至中東非洲國家建立聯繫 形成跨文化的思維跟藝術形態 跟現在的封閉孤立大不相同 緬甸盛產翡翠 琥珀 紅寶石跟幼木 豐沛的天然資源在展場也處處可見 從銀製的碗 到裝飾繁複的古蘭金盒子 再到貼滿金箔的華麗宗教器皿等等 十九世紀後期 共榜王朝結束 緬甸進入英國殖民統治 因此大英博物館有著非常豐富的緬甸收藏 這次展出超過一百三十件文物 多數是自有 像是獅婆神 騎著公牛的木雕 還有從其他博物館借來的展品 像是雕工精美的象牙座椅等等 緬甸在一九四八年脫離殖民獨立建國 一九六二年軍方政變奪權 從此進入社會主義獨裁階段 一九八九年國民從巴馬改為ミャンマ 如今我們比較熟知的緬甸歷史 經常跟侵犯人權 迫害羅興亞人等負面訊息連結 雖然短暫有過翁山蘇姬領導的民主政府 兩年前也遭軍方再次政變推翻 引發大規模抗爭與鎮壓 西方制裁 外資撤離 經濟再次崩盤 大英博物館這場從巴馬到妙馬的特展 希望展現緬甸被遺忘的燦爛過去 重現歷史全貌 展期從十一月二號到明年二月為止 在廣播逐漸視為的時代 菲律賓最老的電臺仍然在播送廣播劇 精彩的劇情吸引了資深的聽眾至今仍然死中追劇 也是許多長者的休閒娛樂 此外菲律賓人他們還很喜歡唱歌 呼喊和賀士聲此起彼落 技巧高超地表達情緒起伏 幾位配音員用聲音大戲 有人手上還拿起稀奇古怪的道具 到處悄悄打打 就怕聽眾感受不到劇情有多緊張 這群配音員正在錄製經典廣播劇《恐怖之夜》 由菲律賓當地歷史最悠久的電臺製作 也連續播送六十六年 如同許多國家 戰後廣播劇成為菲律賓家庭的主要娛樂 儘管隨著電視網路平臺等媒介出現 聽廣播的人口逐漸下滑 至今仍有老粉準時打開收音機追劇 配音團隊之一的克魯茲 早在一九七九年就跟隨父親的腳步入行 當時可說是廣播劇盛世 電臺每天會播送九個小時高達十八部廣播劇 各家競爭非常激烈 如今只剩下七部廣播劇還在放鬆 《恐怖之夜》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惡魔吸血鬼等嚇人的主題 其他像是愛與家庭等劇情 除了廣播劇卡拉OK也是一項廣受菲律賓人歡迎的娛樂 路邊隨處出現的點歌機前 可以看到民眾忙裡偷閒 趁著短短的休息時間 唱唱歌疏解工作壓力 自從一九八零年代新起卡拉OK 越來越多菲律賓人會在家裡準備一台卡拉OK機 與耶誕節和新年假期 與親朋好友狂歡唱歌 有廠商就說 在銷售旺季 平均一天就能賣出十台卡拉OK機 除了讀會區看得到投幣是卡拉OK機 貧困地區則有卡拉OK聚會所 男女老少都會來此打發時間 有音樂專家就表示 菲律賓的唱歌文化 根植於西班牙和美國殖民歷史 對菲律賓來說 唱歌帶來的歡笑 是最滑得來的日常娛樂 公視新聞兩頁編譯 感謝您這個星期的收看 下個星期同一時間 群球現場漫遊天下 我是李小如 我們下集再會 中文字幕大臣 中文字幕大臣 中文字幕大臣